詞曲 李宗盛 整個城市 你去過蘇州很多次 我知道你很熟 其实我坦白跟大家讲 从南宋开始 这个太湖啊 对 的东岸 太湖的东岸 太湖在这里 对 它的北边一点 就是苏锡场 简称苏南 就江苏的南边 另外一个 它比这个太湖东岸的南边 就杭家湖 也就是杭州 嘉兴 湖州 我们一般来讲 嘉兴在这里 就叫遮北 知道吗 就遮北跟苏南 这个地带 遮北跟苏南 我们讲江南 其实就指这里 因为太湖啊 要入海 它里面有很多的运河 只有有两条运河交叉的地方 一定有一个小置镇 鱼米之乡就在这里 从南宋开始啊 天下的税收 百分之八十 就是从杭家湖 苏锡场 这个地方供应的 不是现在才这样而已 那我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讲啊 苏州的工业园啊 现在是大陆啊 开发的最成功 的一个工业园区 它本来是新加坡李光耀 批下来的土地 但它招商不成功 结果是台湘进去了 把它整个给弄火起来了 台湾人救了那个苏州工业区 对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就说事实上啊 苏州的人文数值 是非常高的 我打个比方嘛 苏州就有苏州名人玩 把古代到现在 对苏州有贡献的 五百个名人被在里头 你知道吗 范仲淹 他们一家就五个人在里头了 他跟他四个儿子都在 苏州名人馆里头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啊 像大家都知道嘛 苏州的那个辅学 就是范仲淹创建的 然后呢 苏州的辅学就是今天的 苏州中学 对所以说呢 我在这要讲嘛 我们讲江苏江苏 为什么叫江苏 其实江苏啊 就是江陵符跟苏州符 把第一个字拿出来 就江苏 江苏就这样来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啊 苏州在中国历史上 以现在第四级这样来讲 全中国有大概200多个第四级 在这个1300年的这个科举考试里面 出现过10万个进士 有超过1000个以上进士的 只有18个第四级 超过4000个进士以上的 就只有苏州跟泉州 这样大家就知道说 苏州的这个潜力有多大了 非常厉害 刚刚讲到创办 今天的苏州中学 也就是过去的苏州辅学的范仲淹 你知道吗 你如果去苏州 在苏州火车站的大门口 正对着 他摆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范仲淹的像 而当年呢 为了要摆哪一个人的像 有一番争论 最终就是范仲淹 你从他摆范仲淹这个像 就可以看到苏州之所以成为苏州 有话兄 其实啊 各位想想看 苏州它是状元世家诞生的地方 就是科举家族 都几乎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第二个 它的文化传承方面 各位不要忽略的 苏州它培养了中国很多的财经专家 社会专家 甚至于像包含费孝通 攀光弹等人都在这个地方研究 而成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学者 就是文化传承 大家都忽略了 其实苏州这个地方 是整个中国藏苏最丰富的地方 在中日战争期间 因为战火的波及 日本不知道把这个地方的苏 搬回日本 不知道搬回了多少 还有一个任何中国的经济发展 都是以苏州作为一个蓝本 因为非常著名的叫做江南市政经济 就是刚刚高正兄讲的市政的市政 市政经济都是从苏州出来 还有这个地方我去过四次 这个地方它未来如果再结合南京的话 会成为他们半导体的一个牵引式的龙头 因为除了是李光耀到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日本也到了这个地方 还有韩国也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的所谓的50公里的科学园区 各位都是台湾人 都是这些国家 那你弄不到 招不到伤 你也招不到人 都是台湾人进驻 然后让这个市政经济能够活络起来 所以它未来十年以内 必然是台湾半导体的竞争对手 如果结合南京的话 苏州坐动车高铁到南京 就一个小时以内 不到一个小时 就一个小时以内 就是它完全可以在一日生活圈 而台积电现在已经到南京 在江北地区 然后在南京那边 已经产业链完全都过去了 就整个拉动 而苏州有苏州工业区 还有台湾人也非常熟悉的昆山 昆山叫做小台北 是整个大陆台商最密集的地方 它总面积865平方公里 常住的人100多万人 而30年来百万台商到大陆的投资发展 密度最密的就是在昆山 每个平方公里有四家台汽 台资的企业 那昆山的台资企业到多少厉害呢 是6000多家台商贡献财政收入 多少 50%以上 一半以上的昆山的财政收入 是台资贡献的 GDP总值占6成以上 工业产值7成以上 进出口8成以上 所以其实当地的台办 何荣说台商造就了昆山的辉煌 因为有了台商 有台商 所以昆山的GDP创收3000多亿 这样一个昆山 整个苏州其实 苏州就是这样子 苏州跟台湾人 其实在 彼此成全 彼此成就 才有今天的苏州不是吗 大陆当开放的时候 台商当然都往深境 广东这边跑 后来上海这边就一路的壮大 壮大以后台商有人都 小孩要读书怎么办 深境那边已经有台商学校了 苏州 那苏州上海这边没有 民国90年 我就去看他们要盖这个学校 跟我去的人是叫做金普冲 然后我们就到昆山 一片黄沙 我们那时候是山岳 我说你们来得及吗 黄沙 因为他们跟我们讲 我们9月1号我们就开学了 对 房子都还没盖 天啊 然后他们把那个地都迁出来 我说因为一堆台商陪我们去看嘛 他们也是很希望 可以把小孩来这边念书 对 结果到当年的8月 我就收到请帖 所以我们已经盖好 学校什么什么 还拍照片 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陈水扁才当台湾的领导人没有多久 他前一年 他后来就很感慨 因为他接触非常多的台商 为什么都去中国大陆做很多投资 他自己讲一个故事 陈水扁讲的故事就是说 台商告诉他 他们到中国大陆希望能够设厂 因为台湾土地不容易找 他们设厂 然后中国大陆那边就带他去看 看说你觉得这边好不好 靠河边然后怎么样 靠马路怎么样 然后台商签了哪块地 他们就把他签起来 签起来以后怎么做呢 就是你要办贷款要办什么 我就派专人 一群人银行的 地震复的什么什么全部来帮你 帮你当场协调好 他说事情都办完了以后 陈水扁亲自讲了 那台商跟他讲说 那边的国台办 还请他们吃饭 然后帮他们洗脚 记不记得帮台商洗脚 就是陈水扁自己讲出来故事 而且是真的 我那时候看了 的确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执行力 难怪有今天的苏州 因为他是鱼米之乡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成长的这个家族 基本上呢 他是耕独世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成长的人 他在得意的时候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 我们中国人得意的时候是儒家 我们中国人私意的时候是道家